有網友看了粵劇版的李侯主之後 和人聊天,朋友告訴他 小周後將姐夫變成自己的丈夫 那個網友嚇了一跳 因為他竟然完全看不出來 其實劇中的李侯主 稱呼未成為皇后的小周做小姨 都已經顯示了他們是什麼關係 男人是會叫老婆妹妹做小姨 有時即使是女主角 也不一定是絕對善良的 其實粵劇版本已經改了一些 有記載說妹妹和姐夫私會那時 姐姐大周後還沒死 所以是有可能被她兩個擊死的 另外有人說任白板電影的女主角 美得有如仙女下凡 見仁見智 審美眼光的東西 人人的標準也有些不同 說起上來 她最像小周後的可能是 對高級品和享樂比較在行 古時的女人大多數都不喜歡綠色 因為綠色是兒子的顏色 如果是拋棄租康之妻 而要找別的女人 可以說是脫去藍衣換綠袍 連慈禧太后都不喜歡綠色 小周後就相反很喜歡綠色 還自己染布 她發明染出來的顏色叫做天水壁 她說當年很多宮女都仿效她穿綠色衣服 真是有樣學樣好學不學 小周後對奢侈生活和享樂比較在行 不出奇 不是貪圖錦衣服 她怎會搶著做皇后 玉樓從此霸生歌 節省留為家國庸 情兼愛開蝶 患難永雙重 唱下戲 演戲這麼做就行 真實未必是這樣的 據說李後主和小周大婚時 有人上表表面是祝賀 其實諷刺小周後 激死姐姐搶走姐夫 但是李後主也不敢拆罰那個大臣 因為自己真是錯 可能電影版的女主角也有點像小周 無論是人也好物件也好 覺得適合用的、好的、漂亮的 就會去拿 生命的 太平和一張 在這裏